好,我們回答1910,這是新秀例 這個問題是積積杯 它18.1追入了 應該是昨天 或者是今早 就是昨天最開心的一段時間衝進口 你說怎麼好 你衝得進口後,你又不可能預期 就是看頭炒發 有些人就覺得衝完上去駁第二個momentum上 第二個momentum 你看日線圖 你就用今天的低位來做止洩 如果整天的低位把昨天整枝羊竹 全都吐出來17元 更加應該離開 當然你會輸得多 但問題就是 你連昨天整個momentum都沒有了 一定要離開 但你又沒有的時候 會不會再衝到19、20元這些位置有機會 但你要記住新秀例這個估值水平 一點都不便宜 所以暫時我覺得安全起見 就是今天低位 大約17.7做止洩位 我覺得都 reasonable 你駁今天還是收一枝 不錯的陰陽竹 譬如有一條長的下影線 或者甚至今天如果能夠收回 即是能夠今天升市售 那支陰陽竹是漂亮的 你就駁它有個momentum 那個momentum未散的這一刻 但是只是炒的 記住 你買到新秀例這些就很極端的 你的品牌 因為GEEB裡面它是否特別受歡迎 我又看不出 所以我覺得暫時來說 你如果衝進去的話 也沒有理由這些位置立刻投降 即是如果你說 跌回4毫子2%立刻投降 你不要買這些 這些是高風險股份 你買這些股份只會永遠打止洩 但如果你駁得過計算那條數 你承擔到風險17.7做止洩位的話 輸了沒問題 那你就去試一下